1點粉紅 哈嘍,我是虎吉島 我是阿蟹 我是雷歐 我們現在在2018年 1點粉紅 給大家看這裡的現場 我們這次跟FG23C 是否一樣會上台 來跟大家稍微交流 那我們就來帶大家看一下 今年的1點粉紅 有哪些東西吃著大家來玩吧 我們第一次踏入香港參加LGBT的活動 最先讓我們印象深刻的 便是教會 雖然很多反對的立場來自於他們 但其實仍然有許多基督徒們 希望能把更多的良善與愛 帶給每一個人 台灣的朋友們加油喔 我們相信基督是愛 還有愛啊 還有愛啊 基督教的信仰講一個愛子 為什麼相愛的人 他們不可以在一起呢 這個我想一直 我們每一個基督徒 應該要反省 我們的教導是怎麼樣 台灣的朋友們加油喔 我們要跟著你們走喔 台灣的朋友大家好 我們也是香港的夫婦知道 我們上一年在英國結婚 台灣加油 不要裝法 要修民法 我是來自香港大愛同盟的郎兆輝 你們好 台灣加油啊 多來我們的平常香港好不好 哈囉台灣的朋友 我是香港來的可可婆吧 你們好嗎 我好想來看你啊 我要walk the stage 我們要到去了 我們要到去了 快點講吧 快點啊 一二三 加油加油 加油 我幫你把你太愛啊 開開啊 我剛才做 ri going 他在說什麼 大家好 我們是福婦知道 我是LIA 我是LIA 我們是來自台灣的男同之情侶 嗚 太愛啊 潛水的情侶 男同之情侶 各位大家知道 女性愛 F423 不是吧 聽說在台灣11月的時候 有一個大的事 是什麼事呢 我們11月24號要公投 要投票 你們可以呼籲一下 我們要在公投裡面做什麼嗎 請在香港的台灣的朋友 一定要在11月24號 回去投下良好三壞 一定要回去投這個良好三壞 今天的一點粉紅 有著許多藝人歌手的參加 透過自己的影響力 讓更多的人關注到LGBT族群的權益 而我們每一個人都擁有著極大的影響力 只要願意都可以成為影響他人的人 我是黃耀鳴 台灣加油 最新的投票 其實對於你真正的婚姻品 你賣進很大的意味 然後我知道最近有很多反對的聲音 希望能夠出來投票的人 每個人都會支持這個投票 我在這裡要呼籲 在香港的台灣朋友回家 現在去投票 第五屆香港一點粉紅的大使 以自身的經驗帶給大家勇氣 他們教會我們 要先學會愛惜自己 找出自己最獨一無二的自信 再把這份美好傳遞出去 延續下去 我們要執強啊 活得比他們好啊 要堅持喔 要為自己喜歡自己 去追求別人 愛 去換成 我們之間就是有很多共同的嗜好 我們之間就是大家是最好的朋友 我們什麼都可以跟大家講 我想就是兩個人一起最重要的因素 Hello 大家好 Who不 knows的朋友你們好 我是Joyce正希 你來自香港 其實有很多人都會問我 Joyce 你的自信從哪裡來的? 我對我自己的性格 人格 非常的有自信 所以 就會 不會那麼 介意我的外表 我覺得每一個人都會 有自己的特色 我們應該找出我們的特色 然後 讓它發光 加油 第五屆的一點粉紅 到這邊快個快播了 我們現在的後面是我們Joyce在演出 所以整個現場還是非常的High 就算已經完善 快八點九點了 還是非常的High 因為今天的是 香港的朋友 一個非常非常盛大的一個活動 不管你是香港的朋友 台灣的朋友 都歡迎把這影片分享出去 Share出去 然後邀請了台灣 在這個禮拜六 11月27號是我們台灣的 同志遊行 大家一起來台灣吧 拜拜 拜拜